現在香港有一件事很缺乏的,叫做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時時都是用一些迂迴折曲、指鹿為馬 透緩概念的方式來說,大家當然不明白 這是政府的責任,不可以說你不明白,很複雜的 那就不說了,是吧? Hello,大家好! Hello! 為什麼我不明白?遲了少少開始 遲了少少開始 今天是2016年的11月28日 我是John Sam Billy 什麼事? 可以變身嗎? 當時看卡通片,那些錶一按按鈕 變身? 不,我剛剛震的錶,沒什麼 你以前是裝飾的 我叫自由風 自由風 因為剛剛移動過那些設定 對,上星期移動過那些設定 今個星期又要弄回 所以可能今個星期大家聽的節目的聲音會有點怪怪的 嗯嗯嗯嗯嗯嗯 還有一點點而已,沒所謂的 沒有人聽的 真的嗎? 不是啊 有人聽的 有啊 MiuYu 我現在馬上去聽 Hello Hello 你好 吃了飯了嗎? 吃了嗎? 我吃了 我們很低能 我們吃了 吃晚餐很重要 是啊,吃晚餐很重要 一個成年人 年輕人 因為我真的年輕人 因為我年輕人 有時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那頓是什麼 因為你硬起來而已 可能我四點才去 等等等等 你聽來聽,你有禮貌一點點 你今天整天整晚都沒有禮貌啊 現在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最差的是什麼呢? 不是說謊 不是出賣香港人 不是奸 是沒有禮貌 對了 沒有禮貌是真的被人 我沒有資格做香港人 你更好意思是看這三個字 你的沒有禮貌就是你侮辱了香港人 請解脫一下你自己 人格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沒有禮貌 還有沒有撿垃圾 我喜歡譴責 很奇怪 我現在聽著這個節目 我自己的聲音不同了 但好像你們兩個沒什麼分別 還是你... 啊!我用回那個... 什麼? 算了,算了,不搞了 算了,下個星期才算 那... 我說什麼? 吃晚飯 可能以前通宵工作 因為以前其實不好 培養了一種工作的習慣 就是什麼呢? 做通宵 就是要務求第二天天光的時候 可以立刻給客人看 然後給留言 那些 然後當我下午 滋滋油油的起床 吃 才擦個漂亮面 沖個漂亮糧 擦個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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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個漂亮 是嗎? 因為以前我有一個錯覺 你早上 你早上 你九點鐘回去做 做完之後 你可能到三、四點 做完了 你才給他留言 那可能要開OT了 那些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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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八點鐘才發個email 要改 I have a comment above below comment 什麼什麼什麼 八點啊 那就糟了 你有嚇到聽嗎? 你吃屎了 哈哈哈哈 以前我講的 以前 現在個人就好多 有禮貌很多 現在都有一些江湖地位 你明白嗎? 那人又有禮貌了 我又有禮貌了 最重要 有禮貌 對 我最沒禮貌的那一刻 都是屎票 平日我很有禮貌 我知道 剛才你吃東西也有麻煩 屎票也要有禮貌 屎票也要有禮貌 屎票就不會有禮貌 神經病 我很想看屎票 你嘗一下 有禮貌 對著我 哈哈哈哈 哎呀 這樣也是 入屎票 屎票 不入屎票 但是他還沒捱了 你就拒絕不了他 你作為一個有禮貌的人 是啊 如果他還沒捱了 我也拒絕他 你作為一個有禮貌的人 你不好意思拒絕 是啊 是啊 被拒絕被屎 哈哈哈哈 所以以前 例如你三、四點 吃完餡茶 你真的去到十點零 十一點才吃晚飯 那你就不吃早餐 是啊 是啊 其實我到現在都培養了一個不吃早餐的習慣 而且以前 你很容易弄到自己很殘 工作效率又降低 幸好我能力回答夠 不然也不知道怎麼辦 是啊 如果你真的不吃早餐 其實你的能力真的很高 不是 不是我吃完早餐的話 你吃完早餐真的是天下無敵 就是了 你做了馮小光的位置 梁振英 梁振英走狗開啦 不是楊子丹菲不是同小光 是嗎 葛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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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姜文 不是姜文是演員 不好意思 那些中國演員我不太記得 也正常的 他不是合法片來的嗎 不是啊 他是中國電影來的 但我有很多人去看 我是不是跟你看 我不記得了 你看吧 就算了 不行 你不要挑起種族矛盾 不行 你挑起了中華民族和香港民族的矛盾 沒有挑起 你無緣無故說人家 馮小光做什麼 我本來想過馮偉光 哈哈 你說錯了 如果我說馮偉光和馮小光 就真的挑起了種族矛盾 是的 真的挑起了種族矛盾 你得罪了中國十三億人 你知道嗎 那你做什麼事 馮偉光又做什麼 這麼快就馬上說 你剛才讀我的圖 反正也是 因為馮偉光他自己有個專欄 金鐘仁 很多年前 他之前 之前 怎麼說呢 可不可以快點上 葉普城那時候 是否說2047這個大限制 是的 民族基本法 繼續行一國兩制 就修改基本法 馮偉光在上個星期 不知道哪一天 就在他的專欄上 撰文就寫 重點就是 他說 2047是香港特區 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 戒滿年限 嗯 馮偉光在說這些 因為我看完這句說話 我第一句想問 這樣不行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即是腐敗的資本主義 那不是均負的社會主義 是的 即不是社民 現在不是 你說香港 香港的資本主義 不覺 不覺而已 但是他正在行資本主義 起碼你有自己的資產 之前很多泛民中人 吵架葉普城 怎麼指 怎麼指泛民 這張圖上面都已經有提一提你了 陳志全 陳志全都說 這是騙人的 我覺得是 這條線是騙人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會騙人 那現在馮偉光就回答你了 真的是Deadline 其實之前選完之後 已經有很多人說過 包括姚松嫣都有說 2047的屋契問題 是不是之前林鄭也有說 有 林鄭也有說過 這個丁權的政策 到了2047就終結了 是的 這個2047 偽命題 就是他們所說的偽命題 就是偽命題 就是偽命題 本身這個命題真的存在 從頭到尾都不是 我不會形容為一個命題 根本就是一件事 或者可以這樣說 根本就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不過怎麼說也沒有用 我覺得現在怎麼說也沒有用 馮偉光說這番話 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他只是反映現實而已 但是正正突顯出 這個在選舉期間 泛民主派所吊咬葉普成的偽命題 包括本文前 只不過就把這件事說清楚 不是啊 不是啊 我們會不會捉錯用神 因為首先就是 譬如馮偉光現在這樣說 2047之後就不是資本主義了 那誰告訴你這樣是不好的 你可以當它夠密 不是夠密的問題 即是你說資本主義 可能沒有資本主義 那不是不好的 你看看中國 但是好和不好 好和不好就不關實不實行 是不是再繼續行這個資本主義的事 那是關什麼事 因為它已經把你的制度改變了 就算它好 但是它也是把你的制度改變了 那不關事就不關好和不好的事 改變是沒有問題的 不要默手成揮 改變是改變 現在就是改變有問題 我們就希望 為什麼改變不行資本主義有問題 因為你的前提是 如果不行資本主義 可能更好呢 那也是你的前提 可能陳志全也是這樣 但是我們的意思就是 雖然你要改變 但是也要我們去制憲 不是你說要改就改 我們制憲 我們要永續這個基本法 因為我們知道2047是這個基本法的限期 而不是說可能改變更好呢 不知道改不改好 不知道 但是我們的原則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2047是一個限期 我們怎麼可以保障香港人最大的利益呢 就是我們去永續這個基本法和我們全民制憲 跟你改不改得好不好呢 不知道 即是沒有關係的 可能改得更壞或者更好 對於我們來說也是沒有關係的 即是後話 回應剛才有的莊那個說 可能2047年之後 香港行這個社會主義制度 可能不更好呢 其實但是現實就反正 即是告訴我們 根本現在這個社會 現在這個世界 你行這個社會主義制度 其實是不可能實行的 你這樣說實在太小看了香港人 除非可以去到 任何不安的元素 能夠落在香港人手 都變成安平範圍 我們有獅子生下精神的嘛 其實我同意說 我同意說 我同意說 但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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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好不好呢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的原則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基本法 到了2047是大限的 我們一定要去爭取我們香港人的利益 所以我們才這樣做嘛 而不是可能2047改得更好呢 因為其實到目前為止 如果真的說2047的問題 要說 我見過的 我見過的 我見過的說得深入一點 其實就真的只有臨記 是啊 因為 主持人數比觀眾多 是啊 是啊 不是要看一扮 哈哈哈哈 你又進來 哈哈哈哈 屌票你見過什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走啊 要有禮貌 請離開啊 哈哈哈哈 你林記比較具體 因為 好像你萬別這樣 他曾經在選舉論壇上說 2047年這條線是騙人的 嗯 這樣說 單憑這一句很清晰 他不覺得2047是這樣的問題 然後 林記他的說法是 2047 誰告訴你 2047年之後 會取消《基本法》 就是這樣說 因為林記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 我不說他的理據對不對 很難理解的 因為 我覺得是大家有不同的理解 對 而說 而說 我只是比較 比如陳志全和林記 他們這兩種說法的分別就是 陳志全 萬必 他根本就不會認為 2047年之後 香港在政制上會有任何改變 他才會說你騙人 對 而林記這一方面的意思就是 2047年 對 2047年到了 是會有改變 但是我們的改變是基於中英聯合聲明的 那就是沒有事 如果根據他的說法 林記的說法是沒有事 其實林記的說法 也有一定的根據 對 有根據 你看到他的理據是比泛民或者左膠好很多 但是我們現在提到你們剛才兩位說的 那個2047年那個政制改變的問題 這個是 林記就會丟著你的鼻子 你神經病 你明白嗎 就是說 在他們 至少 民主派那些我不說 那些路事發的民主黨 我沒有興趣跟他們討論 這個問題 他們也沒有資格說 是吧 因為你打算投共的 我們這群比較堅實的反對黨的立場 2047年是沒有問題的 就算到了2047年 他跟你說 基本法要取消 起碼一件事 人民力量的陳志全會跟你說 沒有問題 是吧 因為他已經在早兩個月告訴你這件事 是騙人的 不會發生的 就是他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那五十年不必是夠寫的 嗯 好問題 他不敢回答你 我相信 那他寫得明白 你問劉家雄 你問快必 只不過他沒有說明 即是《國基本法》沒有寫明 說完結了這五十年之後 是怎麼走 他沒有寫明 只不過現在馮偉剛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代表政府說話 這篇文章 他是白宮發言人 一定是代表政府說話 如果以身份來說 他當然是代表政府說話 不會有人 不會有人 他不能說不是 不會有人是有個人立場 好像梁振英那樣 不知道用個人身份去發表意見 還是出律資訊 他都可以用這個原因去反駁你 所以你說 因為去到今天 你再如何去具體地 繼續把2047的問題 清晰地延續下去 去解釋給大家聽 其實是在現在的立法會裡面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你現在姚重嫌你厲害 你現在都是說2047年 是那個土地的權限問題 屋企啊 地租問題等等 人家陳茂波有沒有跟你說 我可以解決得到 是不是 加上一個真的還沒發生的事 喂 在發生的事 我們都無能為力了 更何況 你30年後還沒發生的事 你現在還要跟我說 你難怪被人說你瘋了 當然了 香港現在的事情就是這樣 你《蘋果日報》 報導你姚重嫌 這件事就沒那麼瘋了 如果當初是《蘋果日報》 幫忙報導陳雲的成光論 說那個《Wing to Game》 82047年 那大家可能的觀感也會不同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姚重嫌有穿西裝的陳雲武 陳雲武 最重要是陳雲武 他在Facebook的Status有黃天激殺 所以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不得不去說 你香港人就是這麼奇怪 低字 我也可以預言 如果馮偉江說這番話 30年後實現 就是2047之後 香港會實行跟中國一樣的社會主義制度 或者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那香港人會怎樣呢 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怕的就是要移民 如果留在那裡 找不到那些都沒有辦法 不是可以怎樣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可能直接說 他搞這麼多事情 我說共產黨搞這麼多事情 他都想這麼晚 你走 你走 最好這些 你認為這些所謂的堅實的反對派 最好你就走 香港的我留在港豬就夠了 你這些 是呀 去美國吧 可以讓他剝殺那些人是最好的 是呀 繼續留在香港 那些人當然是最高興 還會去買樓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分享 在Facebook上分享我們的節目 你分享咯 是不是分享咯 我分享在我自己那裡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做一做這個動作 我也是 當然 當然 我和你同一個Facebo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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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上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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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禮拜的笑死浸 他就有講到KOL的問題 我對號入座 但是剛剛有一個新聞也挺好笑的 本立法年度將進入道歉法 適用於所有民事法律程序 就是什麼 對不起 就是道歉法 道歉法 怎樣道歉法 就是道歉條例草案 民事 可以用道歉來取代賠償 就是我和你打架 打架 打架你 聽到他講起KOL的問題 我沒有聽過 他講得挺好的 他講到就是說 譬如 為什麼現在會出現KOL這件事 就是因為太多的人 太多的人 不知道究竟 我現在其實 什麼才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覺得是 怎麼說呢 有好的選擇 我覺得應該是一些 比較低技術的東西 大家可以選擇的地方 多了 所以才會有這些東西 你很少會看到一些很技術性的話題 或者技術性的工作 有KOL的 你不會有物理學的KOL 很少 因為物理學這方面 如果你能夠成為KOL 你根本就應該是一個專家 所以 因為太多人評論一些 太容易得到的東西 而是 我就是說 你評論那件事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 為什麼一件這麼簡單的 你也要別人評論過給你 你才會認識 就是 弱智 對 就是這個項目 剛剛有罵得熱烘烘的 就是煮公仔麵 是啊 煮公仔麵 達人教你煮公仔麵 這件事是什麼 其實早幾年 有幾個 那時候所謂的網絡紅人 Emman Leo 那些 拍片教你煮公仔麵 當然 那些都是搞笑的 那也是 那些是搞笑的 但是這次的影片 認真的 他真的認真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怎麼教你煮公仔麵 他提供的方法是怎樣 簡單來說 最搞笑的就是 提供的方法就是 冷水不要下麵 等水滾才下 這個資訊很有用 還有他說 不要攪麵 不要攪麵 在那裡滾 你不要弄散麵 我在想 我不弄散麵 其實有很久 他說這樣做得更好吃 他不是說教你怎麼煮 好吃一點 好吃一點就是 教我怎麼煮 方太也沒有教我怎麼煮 因為他只要放了 好吃一點 三個字下去的時候 基本上這篇文 已經不用看下去了 就是因為 那些人想怎樣去研究 煮公仔麵 好吃一點 可能會覺得自己 平時這麼難吃 就是他自己覺得 寫文這個都是KOL 是啊 是啊 那你學什麼 教什麼 都是自己的觀感 是啊 這個明明就是自己的觀感 但是為什麼會有些人 會覺得這件事 是一件事來的 是值得拿出來 我講解一次給你聽 其實煮麵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好吃好想多的 煮公仔麵 你搞清楚 是煮公仔麵 煮公仔麵有一個方法 可以搞好很多 讓我教你 秘訣是什麼 不要搞那個麵 我屁股啊 還有什麼 凍水 為什麼不要搞那個麵 因為不搞那個麵 會比較好吃 如果有人在你面前 跟你說 你會不會覺得他神經病 但現在他化成一篇文章 在網上流傳 有片的 有片 就是化成一個 一個資訊 在網上發布 然後大家會覺得 是啊 很有趣 我有看一些留言 留言真的有你這些 對呀 真的好吃 我心想 媽媽麵不用煮也好吃 就是一個這麼瘋的東西 而是 你 其實 這些內容 可能對我來說 或者對聽眾你來說 你會覺得 這些文章 你要騙的那樣東西 不是你 不是你 就是 大家永遠 很多時候就是 會覺得 他的目的 是為了騙我 你哪有這麼多人會走 騙你啊 不是 因為他的目的 不是騙你 因為他 直接會製造那樣東西 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 語論 風氣 風氣 風氣是什麼 就是 原來 現在我要做傳媒 就是要說 這麼低能的東西 嗯 不是 我還是覺得 就是 吃對的時代 就是你 夠了 都有人認同 嗯 因為 剛才我們吃飯也有說過 現在好像 年輕人也好 或者是 普遍這一代的人類 都是 那個 那個 智 那個智力都好像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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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下降 因為科技太先進 很多東西都不需要 你去思考 就已經是 配合到你的生活 很多東西都不用記念 甚至乎 現在你Facebook開出來的 所謂KOL 就是 引領你去思考 有時候你可能就看 喂 他引領到你思考還好啊 喂 這個我們很想做 其實是不是 最慘就是 最慘就是 所以就看他相信哪件事 可能有三個人說三個不同的說法 就要看一個去分析過 到底他要認同哪個 要分析過就不會看你了 因為我看那些根本就不用我分析 要分析過我們就不會相信KOL 是啊 有需要分析的 我想不可以聽你 所以如果當有獨立思考的人 我可以分析這三篇文 哪兩篇是荒謬 哪一篇是史實講真話 但如果一般的 我當是港珠 最容易理解那篇就是上哪一篇 陳雲和梁仲恒 剛剛我在Facebook看到 有看到尤慧晶在黃報宣傳人大釋法 有人說他為保存 我不知道 人大釋法對香港的害處 我看到有人留言說 那麼深的事情你不應該在這裡宣傳 因為大家都不會聽 我又覺得很對 好像當初我們宣傳葉普城的理念的時候 我們都遇到一個困難 就是怎樣可以在三言兩語裡 令人明白呢 這也是一個難處 你不要說這些日常生活上的事情 煮個公仔麵 你也要別人去點一條明燈 你才懂得煮的 你更加不要說什麼 在政治上 因為我們讀書 就是我們 讀書沒有人教過你的 我們讀書哪有學什麼叫民主的 英國鬼不教你 到現在就更加了 現在你站在街上去解釋給 剛剛買完送趕月回家煮飯的師奶 人大釋法 很危險 人大釋法 很糟糕 你看看 三千字 你那篇文章 怎麼懶惰呢 你沒有人理你 是很懶惰正常的 所以 為什麼 譬如 我們這麼多年來 我們這麼多年來 有什麼政治議題 真真正正能夠 可以帶到大家這麼多年 就是只有六四而已 六四因為有畫面 對 對 其實是不需要解釋的 在我們那一代 香港人來說 其實六四其實不用怎麼解釋 因為你看到電視 而是 為什麼我會覺得只有六四 因為 你到今天 你想想 大家記得六四第一句說話是什麼 平反六四 不是民主中國 你明白嗎 喂 其實你只要共產黨為那天 被坦克 滾過的人 被機關槍掃過的北京市民 道歉 搞定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 真正成為強國 即是這個 口號式的 口號式的 令人有印象 其實都 都 不是很好 是 好像現在這樣 台灣也有同志平權的運動 其中我聽到一個 我愛你為什麼不讓我結婚 我們結婚就是為了愛 其實這件事 你沒有去深日 如何了解他們 如何爭取婚姻的時候 這件事很容易被人有其他的藉口 我和我妹妹的愛樂 你又不讓我結婚 我和我的狗的愛樂 你又不讓我結婚 以前我都這樣問過 因為太容易套入 我要真普選 多容易 我要新西選 為什麼不讓我真西選 這樣而已 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因為太過簡單 變成一個口號 太過簡單 就很容易被人有位置入 那時候 又說開為什麼 那時候英國會廢除和性戀 是這個認識化呢 你有看過以前 之前不是有套戲 不是陶寧 說陶寧 那套叫什麼名字 Bernard做的那套 叫什麼 解密遊戲 我講這個 陶寧 二次大戰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就是害怕 因為他們說政府裡面 一定是有同性戀的 不會沒有的 那為什麼可以防止 因為那時候東西方冷戰 那為什麼可以防止蘇聯 用這種東西去要脅他 因為那時候是犯法的 那當然要收起來 自己把自己 不犯法 同性戀不犯法 那就不用收起來 那你就輸了一隻痛腳 被人拿著 有一個利害關係 那你才會 我覺得陳文說得很好 如果你一下子去衝擊這個婚姻制度 那當然不行 那你首先應該爭取民事結合 民事結合 就是我和你成為一對夫婦 因為主要是因為大家沒有保障 因為夫妻的關係其實很複雜 遺產是因為要配偶 那些事情 那你民事結合 可能你不是夫妻 夫婦 但是你可以承繼他的遺產 可以聯名買樓 或者簡單一點 你有權去處理他的屍體 對 或者你做手術會不會簽名 陳文就說 其實你應該要拿中庸之道 先民事結合 如果你一下子去到那麼準 結婚 那些人就會反 當你受到打壓的時候 你又反他 他又反你 沒完沒了 因為你現在說的 其實你們的口號 最大聲的那句都是平權 你也是先說權利 還有真正的名分 可以再後話 即是我們不是反對同志婚姻 可能支聯會也是這樣跟你說 先平反了 他承認他是不對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明正 去追求他的責任 我明白的 他承認了才再說 所以一開始你說的那件事 你不可以純粹流於口號 因為太簡單了 你去解釋給你聽 如果一些人 我相信你追求平反六四的人 如果聽得多的話 他自己也沒有漏用 尺得他的口號 你問他為何要平反 他都答不了你 因為一直都沒有教育 給這些追求者知道 如何去平反六四 為何要平反六四 還有他們的目的是 你不要知道這麼多 是啊 大家的目的 支聯會的目的 也是 讓你認得我而已 其實也有 想想想 你不要知道這麼多 我知道多些 我幫你爭取 你知道跟我一樣 那你就要爭取 最重要六四紀念館抗建 差三百萬 差三百萬 記得捐錢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 沒有這麼大的頭 就不要帶這麼大的帽子 你沒有這麼多錢 你就不要租買這麼大的地方 那再大的地方 就可以再教育更多 那你有這麼多錢才可以 所以普羅斯文要課金 而是 他 我真的不好 他真的 是不是這麼大的頭 OK 不要緊 不要緊 至少這件事 我知道的 合理的說法就是 以前 譬如你那個 之前那個被人 因為地契問題 被人趕走了 其實本身這件事已經夠旺糕了 你買的時候不知道 沒有人處理過的問題 這麼多律師 何俊仁律師 何俊仁 肚僅 肚僅 這麼多律師 沒有一個人認識的 就算你覺得不認識 你問問李柱銘 我只懂得平權 我不懂租務 這樣就死定了 那好吧 你又說得對 他本身就不是租務律師 我只懂平權 我只懂得幫維權人士 打官司 那好吧 到你之後 你現在賣了 你之前可能 我當你那個六百尺 好了 那開不成了 那就唯有賣了 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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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被人趕走了 那就賣了 賣了去 那你現在不是 不行 我要換個 千三尺 那也對 對吧 在港地 換樓來說 當然換大 你當然要用小換大的 大屋半西 又不見一落谷 因為很合理的 是升的 他到底被人趕走了 之前那個會子應該是升了的 那個價錢 如果你馬上買就是了 你應該是賺了 賺了馬上買就是了 但他隔了那麼久 因為你升了 別人也會再升 那這樣就大了 所以就再藏三百萬 那 那 那可能跟你說 支聯會沒有人做地產 不會吧 你六四集會 那些人是真的 不是青年新政 不是青年新政 你那幾萬人是真的 一個都幫不了你 那每個都不是做地產 不要玩 做地產的都贊成他開坦克 哈哈 不會吧 大哥 你要不要我介紹過 你認識吧 不如你要搞地產 但是 你很奇怪的是 你講出來 那好了 你這個已經是幾年前 不是上年發生的事情 上年 前年 我們節目也講過 是啊 那好了 你現在 你跟我說 你要再籌期 你第一步 你想的 不是說 你手上有多少錢 你去租一個多大的 不是 或者你去買一個多大的 因為 作為公眾 我還怎麼對你有信心 是不是 你 你支聯會 之前 我捐過錢給你 你買的一個 都可以開不成的 買的了 買的了 都因為 那個地契問題 可以開不成的 那就對了 你接下來你可以開哪裏 因為我可以很老實 我可以百分之一百 這樣說 如果你支聯會 你接下來 你去買任何一個單位 不論你商業大廈也好 工業大廈也好 如果你說要開的 是一個 紀念館 真的沒有可能的事 沒有可能批你 尤其是今天 今時今日這個社會 今時今日這個 這麼腐敗的官僚制度 你覺得它會批給你嗎 你批給你的時候 可能已經平反了 那應該不會 這樣的話 我很有信心 其實你這樣說 可能你不止買一個單位 你買了一塊地 你買了一塊地 你也未必能蓋到 是啊 你蓋完之後 引了地政署進來的時候 為什麼這裡有個六四紀念館 不行啊 違反地契 這裡是商場的 不如給一些意見 支聯會 不如你索性不可以在香港搞 溫哥華 多倫多 三瓣市 甚至乎鴿梨 近北 都可以 租一個地鋪搞得了 你不用搞得 是啊 店租還便宜很多 店租還便宜很多 你可以Propost給支聯會 你可以加入支聯會 做軍師 對啊 支聯會KOL做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會覺得 那當然了 因為如果 說回KOL的問題 要說越遠 那 因為如果你繼續 將對於KOL的問題 再延伸下去的時候 你會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說 那你是不是不肯給我講話 給?現在就是每個人都講 對啊 為什麼我成為KOL 因為我說的話 合理 嗯 多人聽 一傳十 十傳百 合理 那媽媽是女人的事情 就真的沒有不合理的 而是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反對那一類人 就著自己的專長 去發表意見 而是 你去發表那個意見之前 你是應該要去認真去想一想 究竟這個社會是需要一個什麼的意見 或者 人 那些KOL 自己發表意見 就像我們這樣在那裡吹水 我們不是KOL 不過我們只不過在那裡吹水 大家都有這樣的 這個時候 剛才那個 那位是誰 陳大明 陳大明 好像那些人 會不會馬上走來跟你說 你沒有人聽 你說話 你就說自己不是KOL 你是不是這個節目有幾百個人在聽的時候 你又當自己是KOL的呢 真的不是 其實我們下載有多少 我們都不知道 有人聽 他會當你是的 不要緊 隨便 他會當你是的 然後出了什麼意外 踩什麼車的時候 就罵你了 我這樣說 你當是是也好 不是也好 上網吹吹大家都可以的 是 但是看的人 不是只看的 是用腦去想的 不是人說什麼你就相信 他跳下去 難道真的跳下去 還有 當你知道了你自己 可能簡簡單單 鋪張想吃碗麵 都會有幾千個like的時候 有些女兒又唱K 吃東西 那些時候 你接下來的日子 你發表的任何意見 是不是應該更加謹慎 不是說壞了 然後就說sorry law 又或者 剛才那條什麼 心法例 又或者 腦了東西炒了車 轉個頭 這樣嗎 算了 算了 就說別的樣子 那你當沒什麼事 其實剛剛你說的 又有一個KOL 就是日本KOL 拉麵KOL 劍心 是不是叫劍心 聽得這個名字 你知道他有幾個名字 就是 我認不認識他 劍心這個名字很難熟 為什麼聽到這些名字 就知道是什麼 我不太理解 叫劍心的通常都比較弱智 就是劍心 我以為你說什麼 我以為你有什麼真知卓劍 我沒有 我不是真知卓劍 但他寫的東西很多人看 他當自己是日本大人 但是他 他說什麼 他寫的東西 view都有四千多萬 有啊 有啊 真的有這麼多 因為他很久了 每天一篇 類似 他自稱就是一個拉麵的大人 我們的節目都可以說 我們累積多過十萬Like 神經病 你自稱 自稱也可以 我早就自稱了 你自稱 人家問你拿證據的時候 你就拿來搞 就是說他自己是拉麵大人 然後他在日本的拉麵店 就留下了一些垃圾 然後他叫了一杯酒 要店主出聲 他應該有騷擾到客人 這個不奇怪 騷擾客人 他說他坐下那兩小時 就不斷拍照 還有點了一杯啤酒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吃了 就在淋酒的時候 就放下自己帶來的垃圾 就是為了自己寫Block 然後他說是香港之恥 當然受到香港的網民變化 我看到有人在上面代他 道歉說不是每個香港人都是這樣的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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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不過去Google你就知道很多東西 其實你看完之後 你Google你都可以Google到他講話的東西是不對的 有時候我都很怕在群組裡 就是我們很多群組 有時候可能有些很基本的問題 我想問我都不斷問 先Google先吧 再不明白再問吧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有時候會有人問地點 通常有人會撲出來 Google Map 通常我會說這樣 因為我會覺得是一個比較健康的做法 不是說那群KOL收斂 對自己的言行謹慎一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 大家 你手上拿著這個智能電話 他怎麼算都是一個電話 你不要當他是萬能的 很多東西是你應該要自己分析 你看到Facebook所寫的 未必是對的 因為你可能會不斷有很多人去分享 一些無咎的Contact Farm 加上真的有很多不負責任的傳舉 那些是Contact Farm那些 很多都是假新聞 是啊 那些什麼中緣 二萬多元 很少那些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因為他們這些網站 本身就沒有公信力的 他們現在成就的公信力來自什麼 就是你的Crack 根本他完全沒有公信力 那些人是亂說的 你可以這麼說 你越低能 他們就越高興 對 好像今天蘋果日報出了一篇新聞 他說交通意外 什麼洪碎口驚艷血人 噢是是是是 Walking Death 就是說什麼車鏡正清白 因為他有個車鏡 因為那個事源就是怎樣 有個司機就駕駛了一輛車 有一個人就流血了 對 去到洪碎口 因為他過九龍 他去到洪碎口的時候 在路中間 突然之間有個鬼佬 整身血 踩出馬路 向著他的車走 之後他又看到他手頭上 拿著罐啤酒 他讓路 對 不知是怎樣 結果他是兜過了他 過了九龍那邊 一出隧道 職員馬上截著他的車 一班警察衝過來 截停了一架車 又查他身份證项那些 最初是懷疑他路望駕駛的 對 然後他去車鏡 然後看車鏡 對 然後看車鏡 因為他連徐智英有說 因為那個鬼佬之前在海防 有一個俱樂部 在海邊那裡 他就說在那裡 門口那裡 被人打 被人打 應該都是喝醉 夜市 之類 誰的東西 我不知道 問題是 標題 最搞笑的是 車鏡真的很重要 車鏡正清白 我心想 他下面有一句 車鏡很重要 對 然後 然後 樓下的留言就說 對 真的要裝車鏡 車鏡錢真的不省得 我心想 你們不要這麼低能 行不行 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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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你 如果 那個人真的 這輛車撞 你想都想到 用屁股想都想到 我是那個警察 我收到一個 日報警 說有一件事 我走到車裡 車頭有沒有凹 車上面有沒有血跡 沒有 我怎麼能夠證明到 那個鬼佬是這輛車撞成這樣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怎麼可能證明到 然後 不是 我說他有個車鏡在那裡 只不過是再保障他多一層 不是 是因為《蘋果日報》 他的標題稅 不是標題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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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個人把影片給了《蘋果日報》 是啊 為什麼他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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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通行 都會報這則新聞的了 只有我《蘋果日報》有這條鏡片 車鏡證明 對 那 還不是我贏 喂 他們是這樣做事 但是你怎麼都不會 引伸到他用一個車鏡 他敢做事 但別人敢相信 不是 為什麼 我想說的那種 現在的文字 低字的程度 其實還有一件新聞的 今天我看《HK01》 《明報》也有報的 這個題很厲害 這個題 與其補習 不如吃早餐 是 中大教授 侯捷泰 在一個講座上說的 我看到有其中的 這個也是KOL 不是 那他作為一個教授 我不是說教授 我不是說教授 我不是說這篇寫的 那篇 是一個很多人喜歡的 幼兒教育 他說自己是專家 但是你看他的副法 其實什麼都沒有 他就說 很少講座 我們精精神神地聽完 昨天這個講座的內容 講者指出 吃足七日早餐 比起花多時間去補習 學習效能更高 其實道理很簡單 夠睡 營養好 精神好 自然吸收得好 所以常常叫學生 不要在考試之前深夜溫習 寧願多些時間休息 第二天表現更好 譬如我們都會曾經說過 我們已經忘記了 我們說過要做政治胚胎班 是 做了兩天 做了兩集 說說說又忘記了 但是你怎麼會猜到 是連一個這麼簡單 吃早餐 吃早餐都要政治胚胎班 是生存胚胎班 我留下 有些圖我截不到 因為太多了 真的說得很對 是啊 你也截到 分得好真的很重要 因為睡眠真的有了記憶 我也有聽說他真的說得很好 太假了 不知道他有照片 然後我又搜尋一下這個教授 侯傑泰 他是說TSA成績較好 哦 原來他是TSA的委員會 的委員 哦 那你就明白為什麼他這樣說 考TSA其實很簡單 不用補習的 吃早餐就可以了 最緊要吃足七天 一個星期吃足七天 是不是就是每天吃 不是 最緊要吃足七天 那是不是每天吃 總之是七天 吃足七天 其實這些說話很笨 最緊要是每天吃早餐 不是這樣說 就是那些什麼 在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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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秒 過了一分鐘 吃足七天 早餐 每天吃早餐 有些人一星期有八天 有些人一星期有六天 所以他提醒你那些 有七天的那些 記得吃足啊 他主要都是說 想說TSA並不是坊間所指 是這麼邪惡的 所以如果你不求甚解的時候 那你就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說這篇話有人認同 我已經覺得很奇怪 然後你再看到原來這傢伙 是TSA的委員會的人 你會覺得 喂 你倆是否加起來 通了 而且是你按鈎 這條題是香港014 學生習慣吃早餐 TSA成績較好 相當於多讀1.5年書 喂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這個世界會有一項研究 是可以告訴你 你早日吃早餐 你TSA的成績就會好 有多好啊 相等於你讀1.5年書 其實明報也是這樣寫的 證明是他講的 是啊 是他講的 但是你屌你到底 喂 記者啊 我們有個聽眾留言 是這樣 是啊 事實上是 事實上是 但是我想說的是 記者啊 記者啊 我明白的 最大責任不是你們 最大責任不是你們 最大責任是我們 你是在局寫的 是吧 那 老鼎叫我去採訪這件事 那他真的給我這些資料 難道我不寫啊 是吧 社會的評論是怎樣 社會的問題 你怎可能怪我作為一個記者呢 我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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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只不過想提一提你 你記得有件這樣的事 將來你會有機會做老總 麻煩你聰明一點 那好吧 你說一下這個社會的問題 因為我發覺我剛才想想想 我也不怪那個記者 不是不是不是 我覺得他起這條題也搞笑的 他起這條題其實應該是說 是說阿侯永泰清 有個冒號 然後有開引號 就是引述他這些 但是這句話就好像是 記者自己下個定論 哦 OK 他沒有叫人 沒有叫人 香港01的聖母 香港01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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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人的樣子 有這個人的樣子 有名字有樣子 雖然他沒有說那個title 所以你坊間 我不知道 其實我也沒有做過記者 我也不知道記者的那個 那個問法 因為 譬如在那個現場這樣說 即是說我作為一個記者 好了 現在蘋果日報 我老總 喂 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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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보� 喉 喉 喉 按 喋 無 会影响成绩呢? 应该问营养学家 还有连带影响了茶点和晚餐时间 那侯教授你会否再提供深入的饮食 我有看陈志宏博士上网上讲科学新资的博士 他也有说这些是艺科学 后教授是艺科学 其实他跟你说的相类似 其实真的不知道有什么研究 可以研究到一个人不吃早餐 是不是真的可以读多一点五年书 或者多个人零点几分 其实你是很难证实得到 你可以证实得到的 但可能你要经过五十年时间 观察一万个小孩 其实他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 但也不是科学研究 可能他真的有访问过 咦?有这些成绩特别好 那就统计了 那麦大麦 怎样可以读多他们成绩特别好呢? 你们有没有补习的? 有啊有啊有啊 有啊有啊有啊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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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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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吃啊这个 怪得你低分啊 但是你补很多集啊 你没有吃早餐 因为他将吃早餐的时间拿去补习 所以不吃早餐 那就没有时间吃早餐了 但是你吃了早餐啊 对啊 不知道他有没有问 吃早餐的人有没有补习 应该有的 如果是这样就没有直接的关系了 只不过证明这个学生很聪明 证明那个很蠢啊 哈哈哈哈哈哈 根本就和他吃早餐的人有没有吃早餐 没什么关系 其实没什么关系 或者证明他穷啊 是啊是啊 但是 但是有次卖高达 即是说 其实这个社会现在就是那个 我觉得 为何会那么 没有了这个讨论的空间 很多的事呢 你好像放在你面前 你没得讨论的 你没得讨论的 就好像我想我的小朋友成绩好一点 现在就有个教授告诉你 最主要是小餐 吃早餐 然后你哪有想过 煮公仔面 要有一个这么独特的方法 因为他已经下了结论 不要刷散的面是更好吃的 你还怎么跟他讨论下去 因为你讨论下去就你狠狠了 不是啊 真的刷散好像好吃的 搞一搞它 不是搞一搞它不好吃 不能讨论 对啊 熄火焗它两分钟 好吃一点 不是啊 煲住我 所以就不好吃 我哥 我不过 不是不好吃 你那个 怎么骂啊 怎么骂啊 因为你这样 你制造出来的情况 就是 你哪有讨论空间 所以就变成了 不是啊 2047真的有问题 2047是危命题 你真的有问题 选完了 你们赢了 然后你继续说 真的有问题 我真的觉得 你这些就是瘋子 是 都都 赢了 你 OK 那我输了 我是瘋子 那你赢了 不是2047真的有问题 证明我对嘛 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 2047的问题 那 是这样啊 那你就 已经是间接地去抹杀了 2047的讨论空间 因为我想跟你讨论的时候 你不能认真跟我讨论 你只说我瘋子 到你赢了 你要去讨论 我加入好呢 请问 我作为一个瘋子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 重要加上就是 如果你作为唐鞭鞭的 你都不去有一番 多少一个思考的能力 去判断一下 究竟那样东西对不对 哪边说的话 是值得参考的时候 就死了 因为其实 你除了这些事件 你看到有些文字未开 不是有些 很多文字未开 其实你要见到 有一些 另外有一些 这个星期里发生了很多 很琐碎的事 但是你可以引证到一些 可能是香港人的想法啊 或者是香港法例上的谋误啊 其实都有很多这些问题 最近 刚刚说了这个 就是公和堂 公和堂 公和堂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公和堂现在就不可以用 雅碗 或者胶碟 去装食物 即是胶碟 即是塑膠的 即是可以洗的 现在就被逼用一些 法宝胶碗 即是即器的 而且入斗章要喝珍珠奶茶 即是要拿个包装 简单来说 外卖杯 为什麽呢 就是因为 画公和堂 没有提供洗手间 在食肆里面 所以不可以做一个食肆 只可以做一个外卖工厂 所以不可以有些可以循环再用的 只可以用一些職器的玩具 试完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 我不记得去哪一间 有人问他借厕所 但是厕所在工厂里面 不方便借 之后那个人就去食环署投诉 然后食环署就要求他们 因为法例规定 所以没办法之下 他们一定要用外卖碗去继续营业 这个人也挺好笑的 有人说这是食环的煤 为什么呢? 因为要给一些大的连锁 什么八方云集 要做回这个市场 所以他们就用这些煤去打压 这些小的食肆 我明白 因为八方云集正正就是这一种的餐厅 他只提供外大服务 你可以在里面吃的 但是他也是积极的那些东西 他只会提供纸盘和纸碟给你的 八方云集是我想的 他没有说的 我想的 他没有说的 公和堂没有说的 我想的 举例 对 明白明白 哦 这样的 咦?不是的 我看到一些 餐厅都是没有洗手间的 用商场洗手间的 商场洗手间的 商场洗手间以前 现在就很少一点 以前就说 你看到一个料兜 是金床酒楼专用 但其实也可以用 这个就是走了那个法律 你就有一个厕所 哦 现在商场就少一点 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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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这些法例 是针对一些 旧区的小店 最大 最受影响 九五成 我相信这件事 都火烧连环船 可能往后都会有更多 类似公和堂的 自己的工厂 不切洗手间的 所谓的食肆 或者是甜品店 都相计不知道什么时候 所以 我在下面看到一些 人的留言 其实看这个报道 最好看的是 留言 然后就说 都没什么所谓 交碗都可以这么吃 不环保 然后有些是从环保出发去看 然后有些就说 没什么所谓 有得吃就行了 不需要你这么多 其实 我觉得 如果大家 很多人都是这样 去想的时候 又去回到 刚才我们所说的 文智方面 不求甚解 不求甚解 但求有得吃就算 都不会了解 这条法例 究竟是否不合时宜 将这件事 又可以放下去 2047走回社会主义的制度 也没有办法 有楼就OK 最后要有得 按据落劫 最后要有得 找工作 尽管 我看到这些事件的时候 就想起 其实香港人的想法都很奇怪 我不知道是奇怪 还是很... 很不被求 好像香港很发达 城市 但是那些人 好像是第三世界的人 的想法 真的 我不知道 这段新闻很好笑 但是算了 不说了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首歌 继续 是最后才能够 是最后才能够 你 召唤 誰過定會見誰 我已搞錯 一生再重 忘你生他已不可作罪 千世以為你往事成風潰 眾生不救 決分落雷 千世以為你往事成風潰 一生再重 千世以為你適合 千世以為你生不可作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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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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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氣 直至分清你我不是傷亡 不需要拼命的魔術 分上眼睛有你留存生活 誰想想考慮定對 何曾感到疲憊 如臉都尊重 全數不少 不需要拼命對情緒分力去罪 好 回來第二節 剛剛聽的首歌就是本地樂隊 Instant of Sign 通常很多人簡稱它為IOS IOS Instant of Sign 這隊樂隊的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她的女主音 她不是featuring 她有feature就是逆流的主音 傑佬 我以為那個女生就是Kid Lo Kid Lo 不是 那個男生 逆流的主音 我們也介紹過 Instant of Sign 他們兩隊樂隊好像都是Fan底 還是Fan底才是featuring 那加上就是 仇印featuring也要笑 動物featuring 我們今天請了特別嘉賓 蕭若元 然後就打架了 我想說 Instant of Sign 這個主音劇也挺漂亮的 對嗎 都挺漂亮的 是嗎 留意一下 Saman 上啊 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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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吸引了我的MV 因为他之前已经很久了 他曾经有一个预告 有一个预告就是会出这首歌 我听过头几句的时候 他就觉得好像很棒 你的风格吧 譬如这个杰佬 其实他的中文歌词 译流的中文歌词是很漂亮的 加上最近也知道 这个Incident of Sign 其实他们也不弱 一碰到这首歌叫做光影 就真的 凶到核爆了 对我来说就凶到核爆了 好了 挺漂亮的 看不到正面 又说眼昏 现在是晚上 睡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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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过去那几天我都开工 我很多朋友都迫着陪我开工 所以他们都是没得去的 对于我来说 今年没有那么有吸引力 因为去年有New Order 今年Cigal Rose 我又觉得 如果你听Live 听这么多 我就觉得很辛苦 偶然听一两首 我觉得可以的 虽然我想看陈二正 这张照片就是拍MV那天拍的 你有份的 我没有 虽然我想看陈二正 亦想看Fantastic Day 但内行我都没有去的 最后都是 我都看 臭雷 晚上 也叫我去的 但是晚上 我没有生日 我要吃饭 真的没办法 没得去的 我看到一些评价 其实都好像一般 气氛又一般 可能有关下雨的事 我不知道 是不是音响那方面很大影响 我觉得也挺大影响 以往在西九 西九角 他今次不是西九角 今次在中环 中环的摩天论隔壁 OK 随着解放那边睡觉 以往在西九角 声音不够 都是为人所救病 其实是你理解的 因为那边是近浩宅 旁边的海水门 旁边的海水门 今年到中环 其实是星期五、六天 你除了星期五的下午 可能是要小声点 可能是吵到奔妹 吵到奔妹 奔妹不用用咪都吵到我们 哈哈哈哈 这是其中一个 很多人吵的事情 最主要 你声音不够 你听歌声音不够 是多测试 另外一件事就是 测试 很old school 另外一件事就是 9UP 就是阵容很不吸引 可能因为去年太厉害了 所以今年相比之下 失息了很多 而且票价也有加到 1800-1900元 我买early bread 就是1280元 三天 三天 你连最大的都没有看 The Chemical Brothers 最大的都没有看 本来之前 没有对的 The Chemical Brothers 还是The Chemical Brothers The Chemical Brothers 是化学兄弟 因为台湾也有一对 Chemical Brothers 不是 台湾那一对叫做 Chemical Sister Chemical Fa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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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 第一部是Cigar Rose 第一部是Cigar Rose 第一部是Cigar Rose 以及LCD Sound System 如果Cigar Rose 加上LCD Sound System 也很吸引 但Cigar Rose吃了太多次了 不知道 我没有看过 因为我没有兴趣 所以我不留意 之后就因为 不知道什么事故 LCD Sound System 就要取消 因为它来不了香港 不知道什么问题 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人叫回水了 那倒是 我可能真的看到这个牌头 才会购买 那这个牌头也很大 是啊 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 他就说 因为 那篇文章的笔者 若果不是 有一队BANG 叫做世界满日 日本BANG 世界满日 有个小丑 中文翻译 世界满日 我介绍了 Jagon Light 这首歌名叫Jagon Light 就是为了世界满日 而去 他也没有来 是吧 有来 有来 先不说场地的安排 或者本身音乐节的性质 他说原场的时候 就是说垃圾 就是很多交杯 其实我这个 我觉得是有点斟酌的 我觉得 除非你可以做到日本的音乐节 可以做到这么干净 一滴垃圾 但是他扔垃圾的地方相对多 是很少 香港是很少 他有分类的 其实我们又要想想想 为什么香港做不到 因为香港没有教育 没错 因为我2007年第一次去Fujiro 我就深深深地体验不到 为什么去一个音乐节的地方 连烟头都没有 因为这些是 一来他给你回收的地方很多 二来就是有人教你如何回收 他教你 而你是肯去学 如何去回收 他还有一些小笠物送给你 其实你看到日本的 瓶所有东西 都是很方便回收 因为他不回收 他要连招字都封掉 还有那个盖要分开 对 他的盖很容易拔得开 他的招字后面是有虚线的 你一拔出来就能拔到 香港那些 你买的那些 神试水 勾極拔不住 都拔不住 对 那Cokenfair相对地就是 扔垃圾的地方很少 所以为什么完场之后 你会看到整个地堆浇盃 什么垃圾都有 这个是 相对地一定会这样 其实像你去欧洲那些地方 对 欧洲也是这样 所以我不会觉得 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批评 因为你除了日本之外 任何世界的音乐节 我保证 香港人比香港一万倍 对 尤其是他拍摄的时候 我看到他拍摄的时候 是下雨的 所以特别脏 因为你有时候很难去控制 首先你先不要说 有没有教育 和回收那件事 你要去到日本那么极端 因为你正常在看舞台的场地 你正常在看舞台的场地 你正常在看舞台的场地 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道处 就是把杯放进垃圾桶 其实很难 很难的 不要说香港全世界都很难 一定是把手放在地下 又回到潔癖的问题 不知为什么游行一定要没有垃圾 你去到世界各地所有人示威 怎会没有垃圾呢 虽然我认为今年 会场里面的保安比以往多 因为以往在西教那边 你一边看舞台有吃烟 或者空地周围吃烟 虽然他有指令革命去 但是你一边走一边吃都不会怎么理你 但是今次如果你吃 会有些黑鬼寶 就过来说 那边吃 如果你不去整熄烟 或者你不走 他就会报 Hi auntie Hello Hi auntie 如果你不听劝语 他就会召喚 吃饭 那些熄烟白那些 就会罚你钱 都很不兴趣 很不兴趣的 很不兴趣的 不怪你说明年未必去 明年 就是看 之后 我觉得垃圾这些东西 对于你而言 不是一个大问题 不是一个很批评的地方 因为根本控制不了 是啊 除非你围着整个地区 或者你每走十倍一个垃圾桶 你能不能做到的 没有可能 即是你讲这些说话的构点 构点 我觉得刚才那篇文字 我想简单一个很简单的原理 你说一个音乐节完了 城地垃圾 其实我觉得很正常 即是那些人走来跟你说 你就是苦了清洁工人 即是我这么说 坏点这么说 清洁工人是做清洁的 如果我每次活动之后 我都搞到地方很干净 那我是否以下一次不肯请清洁工人 失业务务务 那他是不是失业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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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说我请几个清洁工人好呢 一个就够了 我们就要在台上呼吁大家铲起那些蓝 大家记得清洁完才走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清洁工人 你干嘛 你清洁完后可能你会上到苹果日报的 神经病 你不合理嘛 那我请回相应的清洁工人清洁就没问题了 其实我觉得是对的 会场方面都有相应的 因为他都会知道一定会清洁 在交场之前他也要清洁的 其实我觉得他们有这些潔癖 其实如何养成这些潔癖 就是50万人游行之后有这些潔癖 我不知道有没有连带关系 整部警车都会给他们贴本贴子 我觉得都是左交违禍 左交违禍就是 左交由03年开始出现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之后呢 那篇文呢 好了 转到最愤怒的东西了 那篇文其实是带出一个垃圾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是说过 心态问题 你刚才说过心态问题 你又有哪个KL了 你都想清楚了 我不是说要完全贴他 我这个消货 我觉得他说的垃圾问题 也不是很重要 是啊 我反而这个问题才是重要的 不不不可以 我也是帮他说的 他刚才说得很有礼貌 我觉得可以的 我不是插他嘴 我不是插他嘴 然后他又说 他说这个Cockenfad 就为他带来了 这个世界末日的演出 他就觉得 他就开心是因为世界末日的精彩演出 而Cockenfad 只是一个平台 即是下年这个世界末日 就不会在Cockenfad 事实上 无论在什么国家 去音乐节的人 未必是真正享受音乐 而是想享受气氛 他说很多时候 去日本的Festival 都是为什么Line-up 即是他说 日本的Festival 都没有公布 就买票 即是马铃那些早鸟飞 可能你都不知道 有什么乐队会表演的 就因为你相信去那个地方会好玩 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去Cockenfad 其实是某程度上 跟你去迪士尼有没有分别的 你去迪士尼 你不会理会有什么Line-up 究竟那天的巡游 那个迪士尼的车 有没有坏到呢 去的是 为了享受音乐节的气氛 他说如果一个音乐节 是单纯以Line-up 作为迷点的话 那一定不是一个很成功的音乐节 我觉得很适合 但是单纯讲气氛 他真的感觉不到 如果单纯讲气氛 他感觉不到Cookerberg 有什么气氛可以 比起世界各地大的音乐节 其实真的差很远 其实你可以去Fuji Rock 那些 其实可以享受音乐也是 但是其实你有看到 有很多日本电影 都有讲到音乐节 没有讲到 我觉得最讲的音乐节 有一幕就是草食男和陶食女 其中一幕就是男主角和女主角 他在山上是Fuji Rock 然后一直拍拖 一直看演唱会 放烟花 很开心 其实你说他们是否享受音乐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享受 两个人在那个地方 多一些 那这个曲其实也是一个 音乐节的卖点 所以我也非常认同那位写手 就是那个笔者 那笔者说的 就是刚才第二段说的 就是 气氛 是的 如果我去过这么多次Cookerberg的人 去体会的话 是没有一个很特别代表香港音乐节的气氛 当然你说如果和世界各地的音乐节 或者和Fuji Rock去比较 我觉得如果他比较哪个好一点 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每个地方应该有他属于自己的音乐节 而他属于自己的音乐节 应该有他自己的特色 不一定要说他有那样东西 我要跟他那样东西 我也不可以说 你看Fuji Rock在山边摆 又可以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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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香港都可以在山边摆 是的 但我觉得这件事 就不是说要选址 或者最终的气氛 但如果Cookerberg在廟街摆 就会有气氛 这个后话 有香港特色 这个不知道 始终是的 因为Cookerberg的搞手是外国人 是英国人 他给出来的形象都很… 欧洲 很外国 很不香港 即使是名字 或者里面的藝術摆设 装置 玩的东西 都没有什么 你是联想不到香港的任何地 除了那些地点在香港 或者有些香港人的乐队之外 你是跟香港的两个字挂钩 你觉得他选一些乐队呢 有没有跟香港人的口味有些脱节呢 我觉得 又不算脱节呢 我只是这样问而已 我觉得 不够多香港的乐队 你觉得是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多些 还是香港人的口味多些 主要迎合西方人的口味 因为你见到入场 其实是一半一半 一半是外国人 一半是香港人 你见到那些外国人 是很享受在这个环境里面 可能有一排桌 有些人曬在草地那里 你见到坐在桌上 大部分都是外国人 或者小孩 或者那类的游乐设施 都是外国人和小孩的环境 反之 香港人就很少带到小孩 去这些所谓的音乐节 都有甚少 比例之下 可能是外国人 有100个年轻 只有1个香港小孩 那作为香港小孩 我不知道应该让他吃早餐好 还是补习好 哈哈哈哈 我也有带过我女儿 我女儿还没有带过她的音乐节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 当然我给不了任何意见 我觉得她是素逐不了一个 好玩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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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好说她里面有什么玩 也是的 等于Fuji Rock 你可以去河边玩水 你可以坐冷车上去打千秋 或者露营 她有很多东西吃 有很多东西吃 她也有很多东西吃 你先不要说有什么班 你只想到这些比较交外的玩意 你都会觉得 就算我的班不适合 我不是去当她那里玩的天 而且她有些特别为小孩而设的儿童乐园 挺好玩的 Fuji Rock 里面就没什么玩 其实我觉得是适合小孩玩的 所以明年要你女儿再大一点 我都挺建议她 多谢王子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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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刚才那个笔者说的 我真的看什么来的 我不是纯粹为了享受Cocomfam的气氛 有陈宜征 你不说戴头盔你不会够她快的 是啊 戴了你已经 戴了你 其实我没什么感觉 我看得很少而已 所以就 浪费了1200元 也没说浪费的 也有看 有没有唱究竟应该如何 有啊有唱 上个星期我们有说 这个是什么传奇乐队 这次是Cocomfam的首次 之前是台湾的 他唱究竟应该如何 是有画面的 有一份中年的唏嘘感觉 所以他唱的时候是少年 他说20年后再唱这些手机 其实是有一份中年的唏嘘感觉 我想作为差不多年纪 是有一份同感 有共鸣 有共鸣 那往后不知道他的乐队 会如何方向走 那就 不要走 算了 OK的 好听的 好听 但我不想看到他们变了肥佬 那本身是鼓手的肥佬 那本身他们有点很瘦 是啊 不知道 往后再看 好 Cocomfam 说完Cocomfam 我有十几分钟 那音乐也是我们的节目里面很重要的元素 很动听 很动听 那 彭定康先 好 彭定康又来了香港 说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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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看看 他现在的样子 你哪里找到的 立场新闻 立场新闻 嗯 他肥了很多 容易开戏 他这张照片拍得更坏 你看明报这个 明报这个没那么坏 明报这个是刚好的 没那么多 明报这个是刚好的 明报这个是刚好的 没那么肥头 才是刚好 没那么骗人真 这张是骗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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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场是正常的 立场是正常的 那也不一定 看用什么镜头 立场照摇镜 平台照相 刚刚就是梁天琪 21点36分的时候 这个报导是一小时前的报导 他问彭定康 香港人是不是要向中国的独裁屈服 彭定康回答时 如果你认为未来三五年可以推翻中国共产党而香港独立 我认为你只是自欺欺人 他是这样回应梁天琪 我觉得彭定康只是倒出了一个现实 如果你想单单凭三五年时间去香港独立 我就不会说自己欺人 我会说这些就是痴狗狠线 但是 就不代表这件事不可行 彭定康也是这么说的 三五七年而已 三五七年就当然不行了 彭定康说得很小心 三五七年英文是怎样的 未来三五年 三五年 我都知道了 彭先生 彭定康是一个比较老年的政治家 其实如果他上任做港督的时候 不然他那时候输了给好像应该是马卓安 他应该是做英国首相的 是呀是呀是呀 他是保守党主席的 是呀是呀 他好像输了给马卓安 对吧 我忘记了了 好像是 好像是 那之后 屈袖 就是我们所说的屈袖 来香港 但是让我们看到一个 一流的政治家的 如何处事方法 例如呢 例如很亲民吧 一来到的时候 喝粮茶吧 你见不见粮茶在哪里呢 旺仔 不是旺仔吗 旺仔也有 旺仔也有那间 旺仔也有 哦我记得旺仔也有 哦是吗 是的 哦他有没有那间旺角 即是他今次来也有去 不是今次来就没有了 那间旺仔也没有了 我就说为什么你说他去 不是旺角的深水埗 深水埗什么 不是呀 太子呀 应该是说 太子呢 太子呀 暖合广场那边嘛 香港的地区是用地银站划分的嘛 香港的地区 对啊 土瓜玩都是王国团 哈哈哈哈 瘋子呀 接着之后 去了吃什么 你最记得吃什么 蛋撻 蛋撻 泰昌 泰昌 泰昌现在被杜香收购了 嘿嘿嘿 最坏肥板 哈哈哈哈 那接着之后 肥板吃它才红的嘛 你想想想 其实泰昌的蛋撻也不是太好吃 是啊 沙翁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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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候经常买给你老婆吃的 是吗 是啊 买上去公司吃的 我没吃过啦 哈哈哈哈 下次买给你 不用了 到乡 你去杜香 其实你看到一个政治家 除了这些亲民的作风 其实他的家人 也是一个政治家 来拢络人民心的手段 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假如你家里是有女的 在习惠华 你现在是生一斗的女儿 尤其是一斗的女儿 最重要是什么呢 漂亮 没错 你看看谁 你看梁齐恩 你看特朗普 哇 特朗普的女儿 他在这方面绝对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他女儿很漂亮 如果你投特朗普还是投克林顿 当然投特朗普吧 你这个女儿 不太可恶了 哈哈哈哈 你起码走出来 那个look and feel 都差很远了 喂 你别说特朗普的儿子 也挺英俊 也挺可爱的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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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看到他 就是在 婴儿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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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丁康姐一家 是啊 真是 那当年 现在大家都年纪大 有没有那些酒瘾就有事不免了 他其中一个女儿是做演员的 喂 你记不记得他 哭到 那一幕 在游泳阵 看着旗落的时候他哭了 啊原来在湾仔喝啊不是黄契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我记错了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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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还在那里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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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幕 经典啊 不不不不 那这些我们 我们不要弄过去 很晚了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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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说回先 那你彭丁康来香港 那你除了说刚才那一件事之外还有什么呢 其实你最主要就是接受这个讲座 还有被人问他对港独的看法 发表对港独的看法 其实之前说的东西跟现在说的东西一样 就是来到香港 他第一句说话就是回到香港真好 来到香港真好 但是他 但是他不发觉香港已经变了很多了 是变了很多 那他没理由说 一来到难道 立刻砍头 他作为我们刚才都说过 作为一个一流的政治家 不会有人这样说的嘛 咦我去过那里查谱呢 咦变了金谱啊 但是其实 那个就是 港独又不需要期望 就不会期待他说这些 正等于他都避开舞台 到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那样东西了 其实其实你中 有没有人问呢 中国众产党都已经撕毁了 单方面撕毁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可不可以唱他上来做一个节目 可以 但是你先说英文先 试着他在他说 他会让我留意 哈哈哈 试着他就说 阿彭令康有说的 不要用这个争取民主 和港独运为一谈 不会运为一谈 不会运为一谈 不就是他这么说 他说这样会令到 争取民主的人 会有些 会辜负了他们 如果是港独就这么说 他觉得争取普选 在雨傘革命的时候 他觉得香港人应该很骄傲 但是去到港独的时候 他就说 如果用港独 用我自己去解释 可能不是他原本的说法 如果用港独滲下去 这就不是很好的做法 问题是 如果彭定康有这样的想法 即是彭定康和到今时今日 依然开口埋口和你举着一把王姐的人一样 他没有去承认雨傘革命这件事是失败 其实一件事件成功和失败 你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不只是看今年的事件 不是看近几年的事件 可能是看很远 那你没有理由说 你十年之后有公民提名的普选特首 然后你说 拉于生革命终于成功 不会吧 你看一件事的时候 如果你要看十年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看的吧 你不会只是单一盆一件事去看 到时就不会再有人说彭定康这句话 即是你不会看一件事 那你觉得吴三桂引清兵入关 那他是不是一个汉奸 是 是一个汉奸 但是他往后令到一个清朝的盛世 然后再去... 即是你们看你怎样看 然后再去到... 那你觉得... 那你可能在康熙盛世的时候 你可能在康熙盛世的时候 幸好那时候三桂引清兵入关 要不然明朝也不知道腐败到什么时候 你怎样看那件事的发生 你不可以很单纯去看一件事 因为过了已经是历史的事件 如果你单纯这样看 其实很难去定他成功的失败 因为事实上是... 但我又可以断定一件事 我们经常在罵 争取真普选 根本是天方要谈 因为共产党治下 根本就不会给香港人民主 我们永远都是拿着这一套 为什么我们说... 你说搬聋盟不得好 为什么我们是支持城邦 或者支持港独 就是因为... 你那个叫我要真普选 根本就是... 比港独更难 其实两样都一样难 那为什么我不做盡 因为... 彭定康也忽略了那一点 就是说... 喂... 当初我要真普选 我们都会说的 但问题就是... 我就知道... 有多少人跟你说港独的时候 就是由那段时间... 他们承认了革命失败了 那既然是这样 我宁愿港独了 其实你斟着他怎样说呢 有些没有意义的 有些没有意义的 他又听不到 他像一个英国人 他不是一刻 他又没有经历过这些事件 其实他是一个政客 刚才你引述的一篇新闻的报道 我去看完他的那种说法 我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有 就是你觉得... 就是你没有去承认失败而已 其实... 其实我... 为什么我会辜负了 因为他现在的意思是... 什么? 原来我现在说港独辜负了大耀廷? 我觉得... 不可以运为一谈而已 我觉得他有些... 看得比较表面 但是他有导出部分的事实出来 就是你那时候... 就是你那时候... 2014年的预产革命 其实是正正的反抗 虽然是失败了 但是就是... 正正的反对一个... 简单就是反政府的势力 去到一个高峰 但是... 今次的宣誓事件 有人说... 梁重恒和游韋真是港独派 代表港独 他做得这么狗枝马鹿 其实是... 打烂了整个港独派 或者是整个本独派的招牌 其实是把... 彭令安口中的争取民主的心 撥入冷水 其实我觉得... 也不可以说是错的 其实是的 我也有点容易消沉的 或者身边的朋友也觉得... 其实我觉得... 好像我们说的 尤山失败 尤山革命失败 如果你这样看 其实港独的运动也会失败的 但是我们不会这样形容港独失败 其实我们形容尤山革命的失败 只不过是... 一个大型运动的低潮 跟现在港独有人说是失败 但是在我们来说 其实港独也是一个低潮 所以... 其实我们可以反护的 不过不知道多久 我觉得是需要时间 我们又用国师来说 我们要... 仰尊柱佑 现在... 保留神 保留神 就是阻架罪罪罪说的 深入社区 深入社区 你要反护 其实你要有道火线 而且你现在反护根本是... 以律即石 你太无谓了 无谓作无谓的牺牲 你继续多些力量 所以就做一下 而且... 你要港独的话 你真的要做多些论述 我觉得民族党很值得欣赏 你看看彭定康出了这些言论出来 是的 他有回应 很快就出了官方的回应 我觉得是回应的 回应 周浩辉也跟陈雲有个讲座 下个星期 我分享一下我这个朋友 我想想当年都没有谁觉得孙中山会成功 我想想当年 每个人都是跟孙中山说他自己欺欺人 我想想当年要推翻满清政府 不让现在港独难 以上都是我想的 肥彭也是只想的 孙中山做了 然后成功了 不是 我觉得彭定康是说三五年 没可能 所以说彭定康的说法也是很小心的 是的 当然 你这个朋友说这番说话 因为你知道结果才这么说 如果孙中山输了 满清千秋万代 现在孙中山就是一个傻乞 他当是红手传一够样 跟现在陈雲就一样 就是我们现在都不用搞港独了 不是 不用搞全 不是 我说如果孙中山输了 那我们还在留在场面 我们还在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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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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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有个泳字 你是想的 清兵 我就清兵 这样 对的 对的 我们要沉着点 嗯 沉着点 其实彭定康说的说话 我不代表整个香港人的想法 最简单 彭定康 我们的时代 我们只可以免怀 是啊 将来我们的香港都是靠我们自己救的 没错 没错 你之前写了个特别也好 就是分享一篇新闻 我现在是截图的 就不分享 始终也是 香港都是要自己救的 是啊 香港都是要自己救的 没人可以帮到我们 只能不知 当然了 我们作为一个节目 我们的任务就不吵了 就是 你有办法 我们都要 对彭定康作出一个建议 对彭定康作出一个建议 是 你是应该要好好地去看一次中英联合声明 是的 以及基本法 也是 看看 究竟 有没有人 是违反了 是的 中间的 承诺 嗯 有的话 你是有责任 要跟进 要去追究的 是 就是这么说 嗯 你不要想着 只是在这里 嗯 做几个Facebook Live 那会怎么弄 是啊 因为你当年 你不理过 当年 死肥佬 你有份的 是啊 签的时候他没有办法 不是不是不是 我意思是 你 last touch 你明白吗 那你也要 啊 某程度上也要 付多些责任啊 大哥 这样 是啊 就是彭定康 9月了 好 也说一下 还有少少 说一下 新科 新科议员 什么事啊 很难煩 刘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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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小丽很难煩 其实我很少 会按上去 去文字联络上去看的 但是这次我就不得不 浸出来 我都看完了 我都看完了 我没有share到 去我们的Fam page 我就是share了 不是 我直接没有 我share了去我们的群組 和我的朋友 因为我没有看过 你之后才看吧 那 刘小丽在这里说 区议会 其实是没有用的 这个内容也是其中之一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他说话的声线 是 嘴唇 不是啊 是很烟闷 和很认真 好像很硬抖 一些字出 和很狂撞 所以我觉得 他宣誓 真的 他本身就是这样的问题 真的 不怪我 应该DQ他 那他在Facebook上 他承认了 他特意的嘛 对不对 你又不能这样冤枉他 我不对 我都出重得到 他就说区议会 其实是因为民建联的区议员 就否决了这个虚史 令到小贩无法供应 就是维生 噢 猜不到 得到这个就是 渔龙界的 是不是渔龙界 渔龙界 的 功能組別 何俊賢 你永远都不记得什么样子 和什么名字 但这次就入战成名了 你知道我哪里看回来的 就是这个 在民建联的Facebook 原来我有分享到 我分享到一个YouTube 这个是另一个 这个是上次 不是这个 我好像没有分享到 那继续讲 你知不知道我在哪里看到呢 就是我在鄭敢换的Facebook上 看到的 鄭敢换说不得不分享 他也分享民建联 我也任由他去看 不看又自我 一看 何俊賢真是真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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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何俊賢 只是对小丽老母是这样 他是一个挺能言善变的 民建联议员 是啊 还要说话 益阳顿错 后头是到 是啊 自治哼窗 是啊 集地有声 你真是看看 坦岗叫绝 眼前一亮 这么糟糕 我不知道是因为刘萧麗容易被人入 还是怎么样 何俊賢真是 真的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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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又 我不知道他是剪片 那你也要有段片才可以剪片 那我看不见刘萧麗如何回应 是啊 那我相信如果以何俊賢的那个发炮 刘萧麗真的很难回应 认识咪咪咪咪 只认不出人的咪 只认识咪咪咪 当初是KO老鼠芬的时候 有数十万个kakeview 大家都觉得刘小黎的耳性能力很高 谁不知到了12月就涂一颜色 何俊賢有一個 大家一直以來都誤會了劉小麗KO梁美婚的事情 首先要KO梁美婚不難 不是我誤會的 他自己也是這樣寫的 不是我想誤會他 不是美麗的誤會 其實他在小麗文主教室都說自己KO梁美婚 賺自己KO人好像不太好笑 有沒有見過毓文說完美KO譚耀宗 有沒有呢 當然沒有 有一個妄居 我看到他有一個妄殺 刑人不會這麼說 何況他不是真的KO梁美婚 是否認識梅 其實你現在做了兩個月的立法會議員 都可以說是見了餡 還有這個醜態發出 投錯票 不是投錯票 是沒有投票 開會看錯文件 問錯問題 然後缺席 因為要他做節目 所以缺席 問錯問題 然後現在直接給民建聯的何俊賢KO 喂 四分鐘我可不可以在這裏播一次嗎 不如完結了節目最後才播吧 好吧 很失望 完了最後在後面播 因為我現在沒得看 我沒得插嘴 沒得插嘴 講完的了 他也有一件好事 終於都肯捐了官員 這件事很重要 四萬八了 大家記得密切留意 他捐了給那些機構 究竟是否左手加右手 但是呢 就有位朋友 突破文件 高惠元 高惠元 他就提出了一個問題 就說 小李老母找到了第一次數 一路找下去 就會有一批人 跟他一樣緊張他的份量 即是不只是我們緊張他的份量 就是監察他 就是受捐者 是的 那些受捐者就說 喂 下個月劉小禮 我們又有劉小禮的份工資助 那好了 那一樣緊張他的份量 就會繼續投票給他 那又沒有專業人士 我想他是不是在問中士兄弟 這樣跟賄選有沒有分別呢 即是令女蛇齋餅種 是的 因為現在他直接告訴你 我 我捐 我捐人工啊 我份人工啊 拿去 拿去幫助弱勢 記得頭 不說得 是不是呢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這些 算不算賄選 他捐的 我聞到浸味就很遲了 不過他說自己捐而已 他捐錢而已 捐錢 就算我捐都華三捐 都可以出名而已 不知道 我想這個情況就等於 你原本讀得慢 真的沒事的 你又不要在Facebook說得明白 你故意的嘛 可能啦 你明白嗎 可能啦 可能啦 我不知道啦 如果以劉小禮宣誓的事情來講 你不去 你不去 你不 就這樣說得慢呢 真是來你不和的 其實這件事 他做了終於捐了錢 你捐錢就沒有所謂的 就算你入錢 你去買期的那個小女兒認得你 咦 你不是留意遠 謝謝 這樣 沒有人會說你固選 但是現在你說得明白 喇 喇 投我一票 我每個月就捐半份人工出來 喇 喇 他為何要說他捐了什麼 給這些機構 就是因為有人盯著他 我們盯著他嘛 他一定要公開他捐給什麼機構 他現在就公開了 公開了 因為其實他公開又是這樣 公開又會被人說 不公開又會被人說 即是說當初 應該是這樣 當初你對選民作出一個會捐半份人工出來的承諾 就等於賄選了 即是你放了那張帳號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會選 但是其實他那個 你可能跟特朗普有些不同 特朗普說他不收薪 收回1元美金做薪 我不知道他的錢會不會捐給一些機構 即是人工那方面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捐給一些機構 你當不當特朗普是一個會選 我不知道 不同 因為錢的流向度 你政府給特朗普 我不要 我給你政府 我不知道是否會給政府 他說他收1元而已 因為美國那邊不知道 太越我們不要說 即是這樣說 即是大家的類比 可能有點不太同 但實際情況就是 特朗普不要工 我不知道他是給政府 還是捐給 你也不知道 但其實他只不過是用私人名義去捐錢 你很難說他會賄選 可不是捐給你 我們用一個常理的推斷 即是不要爭吵他一定是賄選 即是你選前就說會捐半分工出來 那陰謀論說 可能已經是跟某些組織 私下說 如果當選之後 我每個月捐一萬元 他們的組織 陰謀論是不能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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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前有後 前就是選期間 你不知道他 我當沒有妥得交易 即是沒有暗打你 只是說捐錢出來 但是 之後選了之後 要履行選舉承諾 就捐錢 其實這是一個循環 這是一個循環 收到有些組織 知道劉小麗會捐了錢 會捐錢給一些弱勢的組織 那可能就會 可能下次就到我們 或者我受惠的機器 會想繼續保持有這些資助 讓劉小麗左右了他們的想法 這件事我又可以說 因為當初梁仲恆選的時候 都說要資助本文前 這個組織 那梁仲恆算不算他算呢? 我想如果用同一個類比 應該也算 但是如果 用我剛才提到的標準去說 郁敏也在節目裡提到 那份議員工資 其實有一部分 是資助普羅政治學院的 即是買Radio 那我作為買Radio的聽眾 我想可以聽聽 不 不 因為你也是捐給一個組織 我明白什麼意思 有些組織可能說 我拿資源 就是幫抗爭者 只不過是一個好聽的說法 不好聽也是捐的 我當是捐 捐什麼捐給那些被捕支援 對 這是一個幫抗爭者 如果你說把同一個情況放在劉小麗那裡 其實都是同一道理 我作為抗爭者 我當然是支持一些會資助抗爭者的議員 老友記當然是投票給這些 資助老友記的議員 如果你覺得這樣也算是賄算 其實很多人都會犯這個問題 我也理解這個說法 這是一個現實 因為我想這是一個說法的問題 為什麼會有人出現一個這樣的質疑 為什麼高惠賢會出現一個這樣的質疑 我覺得這是一個說法的問題 因為沒有這麼久以來 就算我 你說黃毓民也跟你說 我每個月 他夠有跟老人家慶祝生日 那些錢都是在那裡來的 但是 你以為這個從來就是一個說法的問題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只不過是我們針對劉小麗的問題 不是 我覺得是的 我現在針對劉小麗 因為以前是沒有人會這樣說的 沒有人會以這個作為選舉期間 會作為一個賣點 所以 你看我 梁仲恆就是這樣說 就是他也有問題 梁仲恆也是這樣說 但是現在我們針對的是劉小麗 因為我們是針對劉小麗 因為劉小麗是黑暗陣 沒錯 這是重點 如果劉小麗 他不要說像憶敏那樣的質素 他有憶敏八成 可以 反過來 不是被何俊賢KO 而是KO何俊賢 哇 大家拍了手掌 說真的 這些小事 因為我進了議會 我就算 我當這些是賄選 我當這些是賄選 但是我賄選給劉小麗 進去KO這群建制派 真是 你講得對 因為也會有一個情況 就算這個發生在蔣麗雲身上 我們也未必會這樣做 因為你蔣麗雲 你試一下 你又蔣麗雲在選舉期間 他出一張彈仲通界牌 我會捐出一半的人工 去給他那些機構 然後通界通界牌 你以為我們會怎樣罵他 同樣道理 如果你黃毓雲在選舉期間 我也覺得沒什麼 我在想 又真的 你知道 他只是會這樣做 因為他不再付費人工 但是他不會用一個這樣的計算去告訴你 他只不過蔣麗雲不說 文建聯做錯 對 所以就是 因為從來都沒有人用一個這樣的計算方法去捐出他的人 因為蔣麗雲有文建聯 劉小麗只有小麗民主教室 就算他出小麗民主教室 你也知道是劉小麗 我想說 我先不說我是否針對劉小麗 我承認我是 我承認我也是 但是 的而且確 是 在之前的日子 這麼多屆的選舉裡面 是沒有一個人 是會用這個去做自己的賣點的 這個招落 要檢查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 寫到明肯定沒有 沒有 因為其實 我現在兩邊擺放 你的說話 不是 我覺得只不過是他講了出來 這個意思 而是當初你討厭他其中一點 都是因為他講過這句說話 不是 他當初說話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你最重要是找錢 不是 不是 你想一下 我們三個說話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有問題 沒有 就正如當初 高惠賢也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你什麼都好 馬後派什麼都好 若果我是一個雷民 我聽到阿毓民和劉小麗 兩個分別 阿毓民就說 我會把議員的部分薪金 撥到普龍戰議學院 做津貼什麼都好 而劉小麗就說 我會拿一半的議員薪金出來 給一些弱勢的組織 獎子 我作為一個雷民 他覺得 憶文 普羅政治學院 自己給自己 但是劉小麗不同 幫助弱勢 我是一個雷民的話 差點月 一個好聽很多 劉小麗好聽很多 嗯 雖然性質上是差不多 你可以說是差不多 只是放在另一個組織裡 顧問那個組織 是跟這個候選人 有沒有一些直接或者間接的關係 現在我們也不知道 劉小麗的組織 跟他有沒有直接間接關係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他出來的說法差很遠 給了一個雷民的感覺 當然我們這些有立場的 不需要說 但是對於九龍西的村民來說 他就很大的分別 是 有 他就一直住在那個公屋 他用這個理由 是啊 是啊 厲害啊 又被你抓到 是啊 咦 我是不是要在高韋賢這裡留言 你不用的 我覺得 我針對他是對的 沒問題 沒問題的 就是要去針對他 另外 說一下 不是的 因為你如果去到這樣 去到這樣 那些所謂的 劉小麗支持者就會說 那小麗老師做什麼都會死的 是的 哈哈 我老實說 是的 那他做錯了什麼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對他 對他 還有一來 二來 二來還有很多事情 說謊 說謊 廉海報 多不勝數 然後小返那個文 就是聯賽那個人 結束過席 是的 結束過席 明明自己之前認認 然後之後不認 然後還有 鎖住門 鎖住東北的時候 賣小強 多不勝數 我數到11點半都可以 那沒有了 11點了 另外一個新科議員 朱凱迪就說 要回購安蔭村的商場 他就在自己的Facebook上寫 10萬人每人4千元回購商場 有沒有得想 安蔭村的商場已經被領展交到十四九空 準備出手不顧居民的生活 現在安蔭村商場被領展標價為3.92億 當中最值錢的就是停車位 近年車位的需求確實有上升 安蔭村的停車場月租已經是2700元 足以推高領展出售商場的標價 領展出售資產就是為了擺脫負擔 但居民就要承擔賣賣的後果 領展轉售之後 買家可以改變原有的用途 因此領展轉售公共資產之後 將會對社區造成不穩的因素 朱凱迪又提出 我們可以以社區力量扭轉這個局面 就是居民和一眾相信群眾力量 對抗領展霸權的人 以10萬人計算 每人夾4千元 集資4億入標回購 根據領展的年報 現在安蔭標價是3.92億 收入按年2千萬回報率為5% 20年足夠回本 不知道要加多少錢才夠 很雲大的計劃 不知道要加多少錢才夠 他前半年都導出了一些事實 之後他建議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很雲大 也很烏托邦 一貫左翼思想朋友的想法 即是我覺得很不切實際 你不覺得很不切實際嗎 還是你覺得很對 我怕他會計算錯 因為你現在說4億 我馬上就當10萬人 每人拿4千元出來 你現在收入按年2千萬 即是你商場每人收入是2千萬 那你是用現在領展的租金 繼續租給他們嗎 是啊 這麼有趣嗎 即是加速算是這樣的 即是現在領展 我覺得這是一個地產霸權的怪獸 我們現在買起他 其實他說用群眾力量打到領展 即是他打算收購所有領展的商場 他只是收購安任而已 按任他說 10萬人每人4千元有4億 4億 3.92億 他賣3.92億 3.92億 還有800萬 那你中間的私費也要 你做計劃書那些不用錢 問題是 我怕而已 我不知道因為你沒有說 你說收入按年2千萬 回報率 5% 回報率是很高的 是啊 你買樓租都沒有 那就是說你買起領展商場 然後你就用同樣的租金 租給小商戶嗎 還是你打算繼續投標給大家 其實他的目標又太長遠了 其實就不需要想什麼回報率 你叫村民每人够4千元出來 你就當 沒有了 你拿出來就 沒有了 第一次就不要找村民來搞了 投過你那8萬票搞了 不關我的事 不關我的事 因為這也是一個事實來的 我幫你計算了 8萬人每人够多少錢 不是 那你又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有 現在你一呼百應 真的有5萬人 現在我就有5萬人出來 每人4千元 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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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 其實不要說這麼多 5萬人你先搶回 橫州的那些地 那些地 反正你不要搞這麼多 這些不要搞 那個問題是很難解決的 你5萬人你覺得侯志強怕不怕你 問題是你橫州的那些地 待會侯志強走出來跟你說 我不遷不拆的時候 你真的要掉頭走的 有一次朱凱迪的土地正義聯盟 或者不知不關注組 要求不遷不拆 然後留言了 叫大家呼籲大家去 然後有人在下面留言 我也很好笑 你又要建公屋 又要不遷不拆 那你怎麼建 對啊 就是在說這個問題 就是說 你家裡就不遷不拆 別人 趕快走氣 你可以說是為選票 我的態度是不遷不拆 但是 我的選票是有些要等待 上樓的 的選民 我當然要討好他們 你又誤會了 大家也忘記了 當初拆在原村拆是為什麼 為了建了橋樓 他不是為了建公屋 那如果當初拆在蔡原村 建公屋 那蔡原村的人可以住進去 那朱凱迪就收掉了 但是 橫州不遷不拆 但又要建公屋 其實如果他走了 其實建公屋 可能他們也可以住進去 會不會的 那就是要討論 入色審查 那可能之前 他們的摸底也是討論這樣 可能是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是李慧玲 所以我們不知道 我們要負責任的評論 十萬人 一人四千元 這件事 可行嗎 好像可行 我覺得 但是我忍了覺得有點傻 有十萬人 有十萬個股東不知道怎麼辦 還有有一篇文章也寫 其實安蔭村都是老人村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可能十萬人 有一半是老人家 那你叫老人家 一次要吐四千元出來 都是 都幾 拿四千元醫療券出來 容易 因為 你這個計劃 你講出來 很動聽 但是 有時的事情就是這樣 每次你講一件事出來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實質的操作 十萬個股東怎麼搞 十萬個股東 十萬個股東 喂 那你朱可迪就講了 那我現在就覺得 其實那個鋪位 就是之前上一首 大家下那個鋪位 我覺得應該減租三成 你頭痕 喂 不是啊 你要回報二千萬 你減租三成怎麼搞 不是啊 然後你那十萬個股東 當中不用多了 你有一萬個股東走出來 跟你說 喂 不行啊 我覺得應該要加租兩成 然後有五千個跟你說 喂 不可以租給 不可以 不可以租給大財團 就是啊 你死不死 然後 然後 其中有一萬人 說 喂 其實真的除了大家樂之外 有誰會租這個位 你死不死 一萬人 不是 十萬人 十萬人 一萬人 十萬人 不如 八萬去那八萬票 我覺得 不如你還是搞眾籌吧 哈哈哈哈 眾籌四億 眾籌四億 喂 眾籌四億 買商場啊 對啊 以啊 朱凱迪那票王 八萬票 票王的號召力呢 四億 喂 其實有啊 你眾籌是全香港的嘛 那可能有潛在在香港的新界那些 你先開發 因為他現在說的那樣 你變成是集資嘛 大哥 是集資啊 但是算不算非法集資 有人會這樣問的 一定有人會這樣問的 但是我想不知道 我不知道 發力問題 我想你去到這個 你只要有這麼一份量的人 去問一問這個問題 你就知道他是不是夠說的 哈哈哈哈 不是 這就是變成了一件事 就是我想說的那件事 如果 我們說回第一節 我們說的問題 如果大家作為一個 很簡單而已 其實我不是說要你去參與政治 又或者我要你去下水去做那件事 因為我已經覺得這件事 對於我們這種人來說是距離越來越遠 我要大家下水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是把要求移到那裡 很低啊 不要你看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先明白一下這個社會怎麼運作 你看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可能很動聽 但是你再細心一點看 其實只是說而已 是啊 怎麼搞啊 因為如果去到這樣 不如你老實一點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 收入案年2000萬回報5% 你乾脆 你要我捐給你算 這樣就好一點 這樣就好一點 是啊 或者這樣 十萬人 你覺得 很實際 那不如你說二十萬 也不是很虛 是啊 是啊 你看到他這樣說 其實你跟劉小麗的全民免工 都一樣 是啊 不如你說二十萬 每人二千元 每人二千元 那或者我辛苦一點 到時候我寫一張心意 我寄一張心意卡給你 那如果劉小麗的免工退保 可以的 我捐二千 那因為 之後你換來的是什麼 是安蔭商場 能夠肉火重生 就是你起碼 喂 喂 這個是示範作用 是啊 如果你有這樣的作用的話 你有這樣的願景 不單止香港人 嗯 全球的 地產霸權的 反抗先鋒 We are 99% 都可能會響應你啊 嗯 是不是 我想說是 喂 你要吹得 雖然我這樣覺得 十萬 四千 你其實已經吹得很大了 嗯 但是如果當你朱凱迪覺得 其實Work啊 John 你相信我啊 我建議你吹二十萬 每人二千 他可能有一個喉嚨的 十萬安任 那可能西灣河那些也要十萬 西灣河那些也要十萬 西灣河那些就不止值四億啦 所以要留底那些 那些 其實呢 石隱也要的 是啊 黃大仙也可能要的 石隱也要 黃大仙不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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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到最後 全世界都關他了 而且 如果你繼續這樣搞下去 搞下去呢 你只會揭破另外一個謊言 嗯 就是什麼呢 回購領展 嗯 誰買得起呢 我們買得起 變成政府都買不起 你這次搞得怎樣 每人兩批 安任 安任一個 西灣河那些 西灣河那些 黃大仙也有 屯門也有 黃大仙也有 沙田也有 樂庫也有 各區平均五個 各區平均五個 一百個 一百個 誰指一百個 我 他也是 那也是 我不想真的 因為如果你真的舉個數字出來 就像我剛才說的 你就真的刺破了回購領展這個謊言 安任四億 我當全部都是四億 一百個 四百億個 七百萬人 一人一億 七百萬人 我當是三百萬人住屋 三百萬人住屋 這個數字是這樣 安任十萬人 但是你四百億個 大哥 你算一下 四百億除三百萬 哎呀 他不給我 你打橫 四百億 三百萬 三百萬 公屋 一萬三千 一萬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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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四千買回來的生活 看不看 但是我也是在說的 你怎麼操作才是大哥 我要租給大家 投票 投票 三百萬 公投 公投 要公投 那時候搞港獨業 那時候搞港獨業 大家冷靜一點 喂 港獨 大家冷靜一點 不是 就是固自然 好了 結果 你只會去告訴香港市民 回購領展 是沒有可能 我想說的 他們的政綱 都是說 因為香港唯一一個 買得回去領展的 只有香港政府 因為他是佔了一個股份 他是不需要拿四百億出來的 他佔了一個股份 而且他是可以增持股份 而令到他拿回控制權的 其實 你用不需要回購領展 其實他都可以左右領展的政策 他不做而已 所以 朱凱迪 繼上次叫你幫他擋刀之後 我覺得很好笑 他這句歌番說話 我真的會記一輩子 如果下次我真的有機會看到他 我就會再問他 你當日去跟別人說 你是不怕 大家不要怕 最重要是大家出來 因為對家是買刀不夠你人多的 那時候 好了 你說完一次 那我就 試到今天 不了了之 你已經斬了多少 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 當日你說到這麼大的事情 我真的沒有見過 我真的想著你會拖馬走到那個鐵皮屋 跟他死過 這件事 這次又來 十萬人 一人四千元 買一個商場 喂 真的說話是沒有成本到這樣 唉 沒有成本又可以玩 你怕什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沒有成本 又可以曝光 怕什麼說 問題是 其實他大問題 你想想 如果現在真的走二萬人出來 每人留五千元給他 嘩 他真的吐血了 都不知道他怎麼搞 他怎麼搞下去 怎麼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是有二萬人 我突然間有十奇東西 什麼十奇東西 有幾億 一萬人 啊對 幾億 十奇東西 你交給幾億 我連門口也買不起 那怎麼辦 退回給他 很老的 不是 你退回給他 我不知道是誰捐的 哈哈哈哈 那不會 他說得這個 收入又計成 他一定會記名的 啊 不是啊 如果突然間有人 寫一張帳 對 去他的辦公室 那他不敢進 算了 算了我們不要去他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早點回家睡 哈哈哈哈哈哈 十二點啊 哈哈哈哈 沒完沒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那好吧 哎呀 老潮 這星期沒有什麼 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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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監察著他們 哎呀 繼續監察著他們 不是外國人才可以監察政府 我們也要監察政府 哇 沒有 是豆腐 剛才那句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拜拜 拜拜